在美国你可以刺杀总统 但千万不要乱打招呼 这个黑人只是朝警察比了个胜利手势 不料就被警察乱枪打死 原来就在刚才 黑人小伙刚停车来到路边 就对着警察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但不料警察却认为收到了侮辱 他们立马拉响警报 就朝着男孩追了过去 小黑有点猛逼 他急忙看了一眼安全带 在确定没有问题后 便将车辆停在了路边 随后警察便拿着手枪 不划好意地走了过来 小黑急忙询问有什么问题 但白人警察却根本不听 直接就要求小黑出示驾照 解除威胁后 警察便打开车门 试图翻找小黑的武器 可万万没想到 车里有的只是一本驾照 可一张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时警察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真的闯了一个大祸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警察看着眼前的场景 并没有去进行救援 反而是拿出手铐 将小黑直接铐了起来 然后又从车里拿出一把手枪 放在了小黑的面前 就这样 他们打算伪造一起黑人袭警事件 可不料 等警察的队员前来处理此案后 一名华人警察却情绪崩溃 因为眼前死去的小黑 正是他心爱的儿子 他简直不会想到 自己的儿子竟然会死在同事的手下 而经历了此事之后 母亲便直接提出了离职 他再也不想去帮白人做事 并且还劝说丈夫也赶紧辞职 然而黑人丈夫却不愿意 因为他是当地的法官 他想要利用法律 来给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 到了第二天 法官就亲自找到了市长 他把儿子悲惨的遭遇 全部都讲了一遍 希望市长能够主持公平 可万万没想到 市长却直接拒绝了他 因为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也只能相信白人警察的做法 紧接着为了安抚法官的情绪 市长便拿出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 希望他可以就此罢休 这一刻 男人瞬间绝望 他将支票递了回去 心里也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